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因为它巧妙的地理位置 加上两国之间不论是气候 文化 饮食 还有信仰等等 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常常会安排在同一趟旅行里 这次我们就规划了一条300多公里的旅游路线 一起从新加坡 玩到基隆坡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桃园的第2航下 今天要搭长龙航空 然后出发一个新马的行程 我先从这里飞4个小时抵达新加坡之后呢 截止在用5天4夜的时间一路往北走 最后从吉隆坡 离开 带你去看看这条路线上面所有 经典好玩的地方 准备登机 就这样我4个小时的飞机非常的顺利 然后终于在新加坡的章仪机场下机了 你看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如此优秀 我们拿了行李就准备要离开了 现在这一台就是会载着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玩的巴士啦 今天新加坡的行程走一个经典路线 首先带大家看一下必拍的景点 接着认识金沙酒店的周边 晚上吃一家相当有特色的美食中心 最后再看一场漂亮的灯光秀表演 因为新加坡的国土范围不大 景点之间的距离其实都很靠近 十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在窗外看到熟悉的风景 就这样我们上了巴士之后 其实很快大概做15到20分钟而已 我们就来到新加坡这个非常标志性的地方 你看我身后就是这个金沙酒店 这一区很好玩而且有很多重要的景点 我们慢慢去逛 先跟大家地理位置介绍一下 在我眼前这个呢 这座滨海艺术中心 它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有点像 榴莲造型的屋顶 然后你一直往前走啊 那里就是刚刚我走出来的地方 前面这里一个细细的桥 等下我们就可以通到这个金沙底下的 逛街区还有赌场也在那里 然后你再沿着过来看啊 这个是金融特区 下面呢 就是我们鱼尾石存在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这里的建筑物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现在沿着这个桥一直走啊 我就快要到那个鱼尾石的地方了 那从现在这个平台啊你往对面看呢 就是欣赏这个美景最好的角度 新加坡金沙这一整区啊 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它规划的很漂亮 而且每个东西都很时尚感 那刚刚我们在对面的那个鱼尾石看过了之后呢 经典的壁丸行程一定是从对面 然后过到这边来 这个上面呢就是那个赌场的酒店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整大片的购物中心 同样的位置介绍 从刚刚前面的鱼尾石旁边啊 这颗圆形的就是苹果的旗舰店 这里一整排都是购物中心 这个里面也是购物中心 延伸到旁边下面有一个美食格 旁边这里有一个艺术馆 然后下面是LV的店家 这样就是这一整圈金沙这一区的整个概况啦 我们进去看看 我们现在脚下这一区啊 准确来说应该叫做 冰海湾金沙娱乐城 趁着现在中午的天气非常的酷热 刚好可以进来逛个百货 其实不管你是否要购物 我都推荐你进来逛逛 因为我很喜欢这里的建筑设计 还有它的采光 其实用相机也是很难去表现 它这整个地方的感觉啦 因为它挑高的空间啊 然后它的采光 还有它运用了所有的 材质等等 加上因为里面很凉 你现在可以躲避现在这个下午 酷热的空气 必须说这间苹果店真的是蛮好看的 当然也不能够错过的 还是金沙的赌场 然后它的赌场呢 就从这个百货旁边进去 这个就是入口啦 我个人觉得不管你是否想要玩两把 都推荐进来晃一晃 欣赏一下世界知名赌场的氛围 当然 赌场里面也不方便拍摄 这个体验 还是留给你自己来的时候 来感受一下 应该要这样子看 你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刚刚我在那个赌场里面 晃了两圈之后呢 现在你看这个阳光 就知道是傍晚时分啦 我们从那个刚刚的楼梯 串了过来之后呢 先去吃个饭 然后等一下去看后面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 在公园里面的表演 穿过这个空桥啊 我们就可以走进金沙的 饭面里面 看到它的大厅 然后在金沙酒店 背面的 就是这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啦 我们今天吃饭的地点 也是有点意识 我刚刚不是让你看了很多 那个很漂亮的 树吗 人造树 就在它底下 有一家 类似这种 美食格 这间美食中心会叫做 侏罗纪巢穴 其实只是一个噱头啦 因为它的内部 摆放了很多 恐龙的电动模型 但是它真正有特色的 是它把很多新加坡的米其林推荐美食 都集结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一次 拿下多个 比比登的推荐美食 后来我点的是这一家叫做 Hokker Chan的店 因为它也是米其林推荐的 而且它的 面非常有名 那我点了一个经典的油鸡叉烧 面 看起来就很好吃 吃饭 我顺便说一下 我吃饭的头顶上 就有一只恐龙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安排的真的是 刚刚好 我们避完暑 我们逛完街 我们吃饱饭 一走出来门口 你看 后面的金沙就亮起灯来了 树也亮起灯来了 等一下再晚一点点 7点45分 就会有灯光秀的表演 就是 他就做了一首 这个音乐表演 每天的音乐风格会不一样 今天是经典西洋金曲 我有版权问题 担心我可以让你看看灯光 真的是 不错哦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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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表演 这样子看搭配音乐 还真的是 不错看哦 很喜欢哦 那现在看完了 晚上大概8点多左右 我们准备要离开 新加坡进入 马来西亚新山 这里有一个特色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新马之间的距离 非常的靠近 而且还有海上大桥 相互连结 所以我们看完灯光秀之后 巴士先把我们载到 新加坡的海关 接着出境之后 再开在跨海大桥上 我们就顺利入进了马来西亚 新山 这里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地点 这种一天出国两次的体验 还是蛮好玩的 哇 今天的日出 太美了 吃完了早餐 我们来准备出发 昨天晚上我们先来到新山过夜 有另外一个考量 也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安排 旅行的时间 我觉得今天的行程非常的带劲 首先 要先带大家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 吃一些特色美食 下午再入住海上的五星度假村 晚上还安排了一趟 有一点小浪漫的游船 一直往北走大约两个小时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的第一个大景点 马六甲 我们从新山大概开车开了两个小时左右吧 就来到我身后这个非常有名的 马六甲 后面这个红色的屋子裙 这里啦 这里是一个 非常经典 然后我个人也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带你去看看后面这些 荷兰人当时 统治我们 所留下来的建筑 这个广场其实也不大 就这样这一小圈 但是大家现在轰轰的房子 我觉得是蛮吸睛的 然后隔壁旁边这条小巷 就是会卖很多 卖给游客的这些小商品 大家现在看到的红色房子们 多数都是当时战胜葡萄牙之后 荷兰人统治时期所留下来的 目前大部分都改成博物馆 但是最吸引我的 是这座在正中央的红色教堂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在广场看到那个最主要建筑 教堂的门口啦 然后里面你也看到是相当 朴素的一个教堂吧 然后这个小广场 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可是从旁边的一条小路走过去 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街道 叫做机场街 那我们先过去那边逛逛 因为等一下的午餐 也会在那边吃 我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午餐 我们参观完荷兰人的红屋 跨过小桥运河 就可以看到在旧城区 一条经典的唐人老街 机场街呢是一条 复古的老街 而且它短短的 但是上面的店屋都老老的 所以看起来很有feel 那晚上也可以逛 白天也可以逛 上面卖很多 土产品 我觉得这条街真的是蛮好逛的 因为它窄窄小小又复古复古 文情文情的 还有卖各种东西 也有庙啊 也有咖啡厅啊 等一下我们要吃饭的地方 就在前面一点点 海南鸡饭是在新马一带 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美食 但是在这里有一种特色的吃法 基本上就是把饭粒捏成像乒乓球大小的球状 吃起来它依然是海南鸡饭的口味 但是我从小就觉得这样的造型很可爱 这种鸡饭粒只有在马六甲吃得到 所以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就必须要尝试一下 像刚刚那种鸡饭啊 烧鸡啊 烧肉啊 在我心中是第一名的美食 我吃得好爽啊 那现在时间 差不多了 我们要去坐三轮车 人都到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来到这个 广场的门口 坐上其中一台 我选的是Spiderman的那一台 那我们短短的 做一个体验一下 这趟花花三轮车其实只是做一个趣味啊 但是真正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送到下一个景点去 先前有说到西班牙曾经统治过马六甲 但是很多当时的建筑物都已经被损坏 刚刚看到的就是留下来的古城门 本来的还有城墙 现在都炸掉了 只剩下这个 还有沿着山坡往上 一座城堡的遗址 然后沿着这个小楼梯往上爬 就可以到山顶上 不远了 5分钟而已 上面还有一个遗址 有 上来之后发现这个城堡其实还不小 很高 大概4层楼高吧 然后外面你看就是也是这样 旧旧的 然后后面有一个通道 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些石头 它的雕花算是很精细 而且你一直往下看 你看下面这些 字母的雕刻 精准度 好啦我们看完身后这个古迹之后 你看现在前面 变了这么多人 我们是时候跳上车 继续往北 接下来的路段其实非常的舒服 我们沿着马六甲海峡 一路北上 就来到今天要入住的地点 大红花 海上度假村 它的大厅非常宽广 高挑 我们拿完房卡之后 坐上接驳车 再让它送我们到房门口 所以刚刚我们从马六甲离开了之后啊 一直往北跑 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多吧 现在时间是下午3点多左右 我就正式入住了这次我们行程中的其中一个大重点 就是这个大红花度假村 那你们也知道嘛 这个大红花度假村 如果你从高处 往下看啊 它就是一个花的造型 有花的 金布啊 然后有两片叶子啊 花瓣 再跟一个花蕊 那今天我们住的是 花叶子 尖尖的这个部分 这里的房间 基本上呢 整个格局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住在哪一个地带 那我现在跟你们 Runto一下 从大门口进来之后啊 你就会看到一个格局相当大 然后带点长方形的大空间 上面有两张非常大的 King size三门床 然后底下是那种类似大理石所铺的地砖 看过来啊有一个大电视 下面有一些橱柜 然后里面还有冰箱 冰箱里面是你可以用的一些饮料啦 然后你来到中间的这个地方啊 首先你看到它地上有一个 大透明玻璃 那个其实是可以让你看到底下的海水的 然后前面就是一些洗手洗浴的流理空间 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厕所 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 小小的衣橱 那如果你推开这个玻璃门呢 就会来到我现在这个空间 这就是我们户外的一个大阳台 当然还有旁边一个自己小小的游泳池 从这里看出去啊我还可以看到其他房间的样子 我身后这个呢也很不错 这个是我们独立的一个蒸汽房 所以晚上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蒸汽 我觉得整体 还不错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嘛 我们是五点半集合 所以我大概还有 好一段时间可以来享受一下这个设施 我们等下见 我在房间里面享受了时光了一下 现在五点 快五点了 我们先去集合 我们的导游跟我说啊 在这里 大厅的楼上 二楼呢 可以先有一个 大致的 view 这个就是二楼往外看的样子 还看不到整个花的造型啦 但是也是一个 新的一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太阳光啊 就是 太阳光要下山了嘛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安排 Let's go 你看我们来到一个像是小港口小渔港这样 我们下一个行程了要去坐船 看一个夕阳的船 我跟你说我们坐这个船 有点意思 这是一个长得方方的船 然后你看到里面这个空间 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厨房 然后有位置 有卡拉OK 那我们就是可以在这个船上 就是吃吃喝喝唱唱看西洋 马六甲海峡 因为是在马来西亚 西边的海岸线 所以顺理成章的 成为可以看西洋的 幽质海边 现在这个行程啊 本来就不是我最期待的 但是却因为它这种 菩萨无华的单纯感 还有船上大家的 简单快乐 反而变得 非常非常喜欢 就这样船开了 我们驶向 夕阳 然后我拿了一块小蛋糕 要开始 我给你 我给你说这个船有二楼 二楼呢 现在是几个小姐姐们的生日派对 我现在不小心乱录了 给你们看一下 有趣的船 接着就是向着西洋不停的航行 偶尔还会有其他的小船向我们靠近 一楼的船船 大家开始唱起歌曲 今天的寿星小姐姐 也有加入我们 当夕阳呈现出最美丽的状态时 还可以解锁一个附加的黄金位置 你看现在是夕阳最漂亮的时候 所以它会打开后面这个小门 然后可以走到船头 这里就可以看夕阳了 就当海上只剩下微弱的夕阳光时 船上的水晶球突然间就旋转了起来 大家唱唱跳跳 我们也一边往港口的地方开回去 这个游船历史大概一个小时半 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体验 好啦吃完晚餐我们也回到我们的饭店度假村了 这行程也快要结束了 但是 我安排了最后一项 就是你看这里 这个就是它大厅楼上 那13楼这里呢 晚上会有一个 酒吧 我决定 上去看看 各位朋友们 在这个主要的大楼的 顶楼 13楼 他们上面有一个 晚上才营业的一个酒吧 那它除了有现场的住场之外呢 它另外一个 特点 就是你可以从 门高处 去看这整个 大红花的样子 我现在就在他们的这个阳台 在我眼前就是这个 大红花的全貌 虽然是晚上了 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大红花的背景 加上 调酒吧的音乐之下 我觉得今晚可以是一个完美的ending啦 我们就换酒 早一点睡 然后 明天 再继续我们其他 吉隆坡的行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